河南新密市开洋动物园17日发生一起棕熊伤人事件,导致一名饲养员当场遇难。 新密市官方18日通报称,事故原因系饲养员大义遭棕熊袭击死亡,目前园内猛兽已转移,动物园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 据知情者爆料,悲剧发生于17日下午20序,由于饲养员大义,未将棕熊赶进室内,直接打开铁栏卫时,结果棕熊受刑大发,将饲养员咬倒,惨不忍睹。 新密市森林公安局称,事发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森林公安干警及郑州动物园专业救护人员携带麻醉枪及专业工具到达现场, 由郑州市动物园的专业救护人员对棕熊实施麻醉后,现场救援人员将受害人救出。 经120救援人员诊断,受害人已经死亡。 据据上,事发当天,肇事的棕熊被专业救护人员关入铁笼运到郑州市动物园暂时饲养。 18日上午,官方对该动物园内剩余一只狮子、一只老虎、四只狼,进行技术性转移安置。